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韩征指数接近26000点左右的数字 但是好像是左立位已经不新了 所以幸福以及源泉受发了 所以现在股税大概是下代的大概100点 还是只有25500点左右的数字 我们看起来这个扩制股的股收的压力是比较大一点的 今天早上比如说税盛扩制 京东健康这些股票其实也是不错的 但是到上午的时候也是一个倒跌的情况 比如说京东集团96亿吧 它今天早上的时候其实升幅超过10%的 但是现在其实只有8% 明显就是扩制股现在的成绩率其实不足了 所以我建议投资者 如果是持有这个扩制股的股票 应该就是趁机会固售这个股票了 但是中常上来讲我对于扩制股也是比较乐观的 比如说腾讯啊 小米啊 京东啊 还有这个美团的 这些股票也是比较 资数比较好 基本资本的认数也是比较好的 所以对我来讲中常上这些股票也是值得持有的 尤其是美团集团的3690这个股票 美团在下周一位公布着细致的一个业绩 我们看看美团就是有什么量的 要大概就注意一点的 美团这个我们要看看他们的 现在也是这亏损的情况 但是我们预算这个亏损可能会受载了 大家去走识一桌的数字 我们要看看他们有四个重点我们要看好的 第一个重点就是他们的美团要选 就是他们下去团购这个业务 有没有他们的补贴 会没有掌小 如果掌小的话对他们的这个 深境诱物的这个发展是比较好的 因为最近来讲他们也是靠这个消账 来针对这个市场的 所以我们要看看他们的对手 也是比较强劲 比如说拼多多啊 京东啊 就是带的这个龙头的这个集团 也是对于这个平台 这个市场来讲也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市场也是他们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菜度 美团要选其实在全国的订单已经超过了两千万了 他们现在也是这个行业第一 并在这个武汉啊 张试就超越了多多买菜就是拼多多的一个平台的大一个这个数量啊 还有现在这个美团的优选啊 每件货本也源低于啊 多多买菜的四到五个人民币啊 所以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一个成熟的一个市场啊 美团不仅在这个关注这个数量 还有复购率 还有他们毛利率也是成为那个2021年的这个可可的指标 除了这个美团优选之外啊 我们要看看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个菜度啊 他们也是美团打车也是比较一个 他们也是开发了一个这个重要的一个菜度啊 我们要看美团打车 看看可能要看看这个弟弟打车也是那个比较啊 一个比较现在也是这个在国内也是比较大的一个应用啊 但是他们跟这个啊啊 弟弟打车是有点不同的 因为是美团打车他们现在是啊 比较不同的这个打车平台的价格 把他把一个最低最肉质的价格给一个用户来选择的 所以来讲他们的这个平台是啊 相对于啊弟弟打车是比较优秀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团打车可能之后就有机会把这个业绩做出来 还有把他们那这个新增的业务也是做得比较好的 除了这个啊两个业务之外 我们之后也要看看他们现在这也是受到一些反垄断啊 啊还有受到这个啊政府的一些反垄断的这个潜在的一个啊 啊威胁所以来讲我们要看啊这个美团的之后的发展 也要看看啊政府的将国这一块对他们之后的这个发展 有没有什么不好的因素 比如说我们要全文就是啊政府会把他们服务超过十亿的美金啊 所以来讲最后啊我们要看看啊啊政府 内地的政府有没有对他们的打压 对他们这一块的这个啊反垄断这个发力会不会落实 如果是的话比如说他们的这个到不到会的这个位置啊 除此之外啊我们要看看他们之后就未来这个美团这个走电啊 疫情啊会不会对他们这个业绩会有重大的影响 因为他们现在也是最近这个国内的疫情也比较反复了 所以来讲啊这个啊旅游业会不会服输 也许对他们业绩是一个考课的指导 所以未来来讲我觉得啊 啊美团他们这个四大业务 四大重点我们要要看好的啊 今天我的分享也是差不多了 多谢大家收看谢谢